哈喽大家好,现在都2042年了 还有朋友在问 Home Assistant是怎样来集成使用的 应该说这个教程在2022年 或者是在2032年 是已经非常多的了 网上一收基本上讲的都非常的清楚了 但是我们的网站上面还是有会员 希望我出一期关于S2OS里面的 Home Assistant的一个简易教程 好吧,那就开始吧 虽然是简易教程 但是我还是尽量的把它讲的全面一些 把我们常用的小米的智能家居 或者是海尔的智能家居 集成到Home Assistant里面 然后再把它们集成到苹果的Home Cat 然后用Siri去调用它们 首先先来看一下我集成的一个效果 这边我已经全部通过Home Assistant 集成到了苹果的家庭APP里面了 首先我简单给大家演示一下 用苹果家庭APP的主要功能就是用语音控制 会更方便一点 就是唤醒Siri 我们测试一下 Hey Siri 关闭窗帘 Hey Siri 打开窗帘 那么包括我这边也集成了我的扫地机器人 那么现在扫地机器人的话也可以通过语音 或者是通过它的按钮开关来进行清扫 比如说我这边已经规划好了 清扫厨房 清扫这个主啊等等 那么我们可以直接点这个开关 那么我现在显区的是厨房 那么它就会去清扫厨厨房 那么它就会去清扫厨房 那么我现在让它回来 就点击关闭 包括这个阳台的灯啊 那么我们可以看一下这个 那么我们可以看一下这个 那么我们可以用语音或者是用它的这个开关 亮衣架打开 它就自动上去了 除了我刚才演示的 其实我家里面还有很多的设备没有配置啊 包括像群晖的NAS索尼的电视机或者是Apple TV 那我现在简单先配置一下索尼的电视看一下吧 它这个呢默认就在这里 我们就可以直接点击配置啊 好那这边的话呢 它就会弹出一个PIN子 我们可以看一下电视上的PIN子 好那输入这个PIN子9786 点提交 好那电视上已经提示啊 已经注册成功 这边呢也有相应的这个提示 点击完成 好那么已经添加上了啊 在这里可以看到 索尼TV啊 点进去以后呢 可以看到有一个设备啊 可以控制音量开关机 四个实体有些什么啊 它基本上也是控制这些开关机的一些功能 那这个是网页版的 我们看一下啊 这个音量 好这边调动 电视也会跟着变动 包括我现在点一下这个关机啊 关闭 好关了 好再开一下 打开了 当我们添加好以后呢 那家庭APP里面 它自动就会有这么一个选项 或者呢会有更多的高局选项 那这个要等待自己去调节啊 那么我们来测试一下 这个它只有一个开关机的功能 我们点一下 关机 关了 然后开机 OK 没问题 然后测试一下语音 语音的话呢 要把这个名称给改一下 我们可以点进去 改一下名称 好 这边就修改为电视 我们试一下语音啊 Hey Siri 电视关闭 Hey Siri 电视打开 它的这个语音的逻辑是先说这个名称 再说开关啊 接下来演示一下配置客厅的这个Apple TV吧 跟这个配置索尼电视是一样的 我们点击以后呢 Apple TV上呢就会有一个PIN字 我们输入这个验证码 3511 Apple TV它还要再出一个认证码 5905 它还有一个隔空播放验证码 4805 Apple TV的这个验证码还真多 OK 已经添加上了 点击完成 Apple TV已经出来了 操作和那个索尼电视都差不多啊 然后这边还有Share TV 那么操作都是一样的 这个就不演示了 最后呢 再给大家演示一下 我家的这个海尔的热水器啊 那么它也是集成进来了 那么我们也可以点这个开关机 好 那么它就关机了 然后点开机 好 它开机了 那么当然也可以调节更多的功能啊 这些我都没有匹配上 当然除了在这个苹果家庭的App里面 来操作以外 我们也可以用它直接自带的原生的这个Home Assistant App来直接操作 那么这个里面同样也是可以控制 那么集成的越多 那么控制的选项就越多啊 Home Assistant的这个手机客户端的话呢 它其实跟这个网页端是一样的 我们点到侧边的话呢 同样也有配置这些选项 基本上都是一样的 看完我的演示 你大致了解了Home Assistant 它到底是做什么的 简单来说就是把不同的智能品牌的家居呢 集成到Home Assistant里面来统一的控制 统一的监看 省去了我们进不同品牌的App里面去操作 好了 那现在呢 我们就来开始这个教程 现在我们就在S2OS里面去安装Home Assistant 在安装之前 我们先来看一下S2OS里面的这个Home Assistant 它其实是安装在Docker里面的 首先我们先来看一下S2OS里面默认的这个Docker的容量啊 我们可以看到它的Docker的容量只有1.7G可以使用 那默认情况下是不够安装的 所以呢 我们现在就要需要对S2OS里面的这个Docker呢 进行扩容 那么首先呢 我们第一步就来看对Docker进行扩容这篇文章 这篇文章为你写了S2OS 如果是安装在虚拟机环境下是如何扩容的 那么如果你的S2OS呢 是安装在物理机下面的 它又是如何扩容的 这里面都有详细的教程了 那我这边呢 是安装在EXI虚拟机里面的 我这边给大家演示一下 那么如果你是安装在PVE下面的 那么这边也有PVE的教程啊 大家可以根据教程自行操作就可以了 我这边只演示EXI下面的就行了 好首先第一步呢 我们先关闭OpenWRT 也就是S2OS的这个虚拟机 关闭以后呢 我们右键编辑设置 然后给它添加一个硬盘 容量的话16G也够用了 那么如果你需要它更大的话呢 可以根据你的实际情况来调整 那我这边就默认16G 保存 然后呢再开机 开机完成后呢 我们重新进入到S2OS的后台 进来后我们点到系统 然后点到磁盘管理 我们来看一下 这里会新增加了一条 那这里呢 它会有一个16G 也就是我们刚才添加进来的 那个硬盘 现在已经添加成功了 接下来我们要操作 把这16G呢 给挂载到我们的Docker里面 首先来到首页 我们打开它的终端 刚刚启动好 它的这个终端是不会显示的 我们需要等待一段时间啊 好 等待一段时间刷新一下 这个终端就出来了 然后我们直接点击这个终端 输入S2OS的账号密码 那进来后呢 我们输入这条命令 回测一下 回测完成后呢 我们现在再回到系统的磁盘管理 可以看到这个16G这里呢 它已经变成了loop 说明我们刚才的操作是成功的 接下来我们就来挂载到Docker下面 点击这里的挂载点 然后滑到下面会有一个挂载点 然后我们点击添加 第一个选项呢 就选择我们添加进来的硬盘 我添加了16G 那就选择16G这一个 下面的挂载点 我们要选择自定义 然后把这个路径给复制一下 然后粘贴进来 回车 然后保存 那么它就已经挂载到这里了 好 现在我们保存应用一下 接着呢再重启一下 重启完成后 重新登录到后台 然后我们点击Docker 在盖栏里面 我们再来看一下有没有挂载成功 现在它的容量已经进来了 可以看到14.76G 已经挂载成功了 到这儿呢 我们Docker的扩容就已经扩容完成 第一步扩容完成 现在我们来操作第二步 安装Home Assistant 那么就在S2OS的商店里面 直接安装就可以了 点击安装 安装完成后 在已安装里面就可以直接打开 打开后呢 我们选择这里时区啊 然后呢 点击安装 这个过程呢 它就是从Docker的服务器来拉起这个镜像 如果你拉起的很慢 或者是拉起不成功的话 那么自行挂载一下梯子呢 进行操作啊 好的 那么拉起完成后呢 我们关闭以后呢 就可以直接打开Home Assistant了 打开以后呢 我们点击创建我的智能家居 这里呢 自己设定一下账号和密码 那么这里有一个小插曲啊 大家可以看到 我现在输入的其实是V啊 但是它这个网页上会显示U啊 就说明它出现乱码了 那么特别是密码可以看 可以看得到 密码是特别明显的 就出现乱码 那么这种情况的话呢 这里就是一个小插曲啊 那么如果你的也出现了这种情况 怎么来解决呢 这种情况一般是出现在苹果的电脑 然后用了谷歌的浏览器会出现这个问题 那么我们来解决一下啊 首先呢打开苹果电脑的字体测 然后呢搜索这个字体啊 搜索到这个字体以后呢 我们点击右键 取消激活就是不使用这个字体 取消激活字体 取消后呢 我们就可以关掉 然后再把这个网页重新关掉 重新打开 重新打开 我们重新再进入到Home Assistant 然后现在再来创建 现在输入的话呢就没有乱码了 然后包括密码也没有乱码 就已经正常了 好 然后点击创建账户 这里就默认不用管 下一步 这里呢就选择自己的国家 然后点下一步 下一步 直接完成 这个时候呢就已经进入到了Home Assistant的后台了 接下来我们要去安装第三方的HACS的商店 那么由于Dock版本的这个Home Assistant在配置里面 它是没有加载项的 所以一般情况我们要去手动去安装这个HACS的第三方的插件 但是现在新的这个Dock的版本 它现在已经集成了这个插件 我们就不需要再去手动去操作了 那所以这些我写的这些步骤啊 都可以直接跳过 好 我们直接可以看到第六步 好 就点击配置 然后点击设备以服务 然后点击下面的添加集成 这里搜索 HACS 就可以直接安装了 直接配置啊 那这全面的这四个勾全部打上 点击提交 这个时候呢会弹出一个GitHub的一个链接 我们登录一下 登录一下你的GitHub 然后授权一下 如果你没有的话 自行去注册一下GitHub 这里是需要输入这个密钥啊 返回过来 这里有一串密钥 我们复制一下 然后粘贴 点继续 然后授权 好的 这边授权成功以后 我们返回来看 这边也变了 然后我们直接点击完成 好 这个时候呢就已经集成好了 我们在侧边栏也可以看到有这个HACS 这里缺少一个图标啊 这个刷新一下就有了 好 这个图标就出来了啊 那么前期的准备工作我们就已经完成了 接下来我们就要来配置小米的智能家居啊 那么我这边用到的是这个项目 我们先来看一下这个项目 进入到这个项目以后呢 我们可以找到它下面的这个位置 我们直接点击这个自动安装啊 这个时候它会自动链接到我们的Home Assistant 然后点击打开这个链接 好呢在这里的话呢 这里会有个下载 然后我们点击这个下载 就下载最新的版本就可以了 下载完成后它没有任何的提示 我们刷新一下页面 然后呢这里需要等待重启啊 我们重启一下 重启一下这个Home Assistant 根据它的提示来操作就可以 重启完成我们再点击HACS 然后点到集成里面 找到小米的这个 再点击进来 然后滑到下面 然后点击这个蓝色的按钮 再点击打开这个链接 那它就问你是否要设置小米的智能家居了 然后呢我们就点击确定 好这里呢就直接选择账号集成了 点击下一步 这里就输入小米的账号密码 下面的连接模式呢就自动模式 然后直接点击提交 这里面可以排除你不想添加的一些设备啊 那我这边就默认了 就全部都添加不排除 然后点提交 好的那现在它就把我所有的小米的智能家居的设备呢 全部添加上了 我们点击完成 这个时候呢我们就可以在里面 可以看到的小米的所有的这些设备 那么包括它显示的电量 还有一些控制的开关 那么添加小米的智能设备呢 是非常简单的 也是非常无脑的 基本上是一键就添加完成了 那么我们的智能家居除了有小米的 可能还有其他品牌的 那么我们这边来简单教大家添加一下其他品牌的智能家居啊 同样点击这个HICS第三方的商店 然后点击里面的集成 那么点击下面的浏览并下载 那么在这里输入你要添加的其他品牌的就可以 那比如在这里输入美迪 那么就可以添加美迪的智能家居 那么添加的方式也是一样的 那么选择它 进来后呢 点击下载 和刚才的安装是一模一样的 添加好的这些呢 我们都可以在配置 然后呢 设备与服务里面可以找到 可以看到我们添加的小米就在这里 那么同样你也可以点击进去 可以看到它里面的实体的设备 盖栏里面也是可以看到非常详细的内容了 配置完小米的智能家居以后呢 那其他国产品牌的智能家居的配置方法呢 和配置小米的这个是差不多的 但是呢 有一个是例外 那就是海尔的智能家居 它的配置上面呢 会有一丢丢的复杂 我相信使用海尔家电的家庭还是非常多的 特别是热水器啊 所以呢 这里我再详细的讲一下 海尔智能家居如何配置到Home Assistant里面 接下来我们来添加海尔品牌的实例 首先我们用到的是这个项目 我们打开看一下 好 第一步的话呢 我们同样是点击这个 然后它会自动链接到我们的Home Assistant 打开链接 好 点击添加 同样在这里点击下载 也是下载最新版本即可 下载完成后 我们点击配置 点击设备与服务 点击下面的集成 输入海尔 可以找到 然后我们点击它 那么这个时候 如果你直接登录 你的海尔的账户是登录不上去的 所以呢 现在我们要做下面一系列的操作 同时呢 会涉及到抓包的这个工具的使用 首先我们先下载一下抓包的工具啊 那么这个工具呢 它这是Windows电脑 苹果电脑 根据你自己的电脑进行下载 那我这边是苹果的电脑 然后就下载苹果的版本 快速的安装一下 现在打开这个软件 那么Windows的操作方法也是一样的 这里选择全部 这些选项全部打开 包括它下面的代理辅助工具 这个也要打开 点击完成 首次登录以后呢 是需要安装一下证书的 我们点击现在安装 安装完成后 点击完成 我们可以看到证书和代理 这两个选项都变成绿色 那说明我们已经可以正常的使用这个软件了 接下来我们就开始抓包海尔的信息 为了方便大家查看 我把这个图文教程先关闭一下 抓包的时候我们是需要利用到海尔的小程序 那么就是微信里面的 现在呢 我们先把抓包软件一直启动的状态 然后现在我们打开微信的小程序 然后找到海尔自家 打开 打开的过程当中 大家可以看到右边就已经开始在抓包了 这里有一个关键的节点 我们必须先打开抓包的这个程序 然后再打开海尔自家 这里有第二个关键的节点 也就是我们的海尔自家的这个小程序呢 是在没有登录的情况下 如果是你已经登录过的话 那么需要退出 重新开启抓包 然后再登录 那现在的顺序就是这边已经在抓包了 那么这边还没有登录 那么我们现在来登录 点击前往登录 好的 登录成功以后呢 那你的海尔的设备 你随便点击一个 那我这里是热水器 那我就点击一下热水器 那么点击一下就可以了 现在我们就可以停止抓包了 那么这个小程序现在也用不到了 可以关闭了 接下来我们在抓包的软件里面 点击这里的搜索 然后输入这一串链接 回车一下 那么就可以搜索到这样一个内容 我们点击它 然后双击一下 进入到这个界面以后呢 我们点击下面的响应体 然后在这里面呢 就可以找到我们海尔要登录的token 和这个id 那么我们需要用到的信息就是这个连接的id 以及这个刷新的token 这两个信息 现在我们回到home assistant 然后首先我们可以看到它上面的是连接的id 这里大家可以注意看一下 那因为我的是苹果电脑的抓包软件 所以呢它前面显示的是macOS 那么如果你的是windows的抓包软件 它这里会显示windows 好复制粘贴过来 然后下面是刷新的token 复制下面的这个token 好那就是这两个内容 然后我们点击提交 可以看到它就已经可以检测到我的热水器了 那我这里还有一个致氧机 它也可以同时检测到 点击完成 好那么我们的海尔的智能家居也就添加进来了 可以看到海尔的热水器 这里可以控制 那么这里可以看到当前的温度 然后目标温度 包括可以控制它的时间等等 同样盖栏里面也是可以看得到的 最后一个就非常简单了 我们把Home Assistant接入到苹果家庭的APP 那么我们直接点击配置 设备与服务 点击添加集成 这里搜索Apple 找到里面的HomeCat Bridge 然后点击提交 点击完成 这个时候在通知栏这里 就会出现一个二维码 我们只需要扫描上面的这个二维码 它的名称是HISS Bridge 扫描后就会无限的再添加你 所有的智能家具的设备 这个是一个非常漫长且繁琐的过程 最后我来说一下我个人使用Home Assistant的一个使用的感受 如果你是一个喜欢折腾的朋友 那么你可以去使用 因为我们把前面的这些步骤配置完以后才是真正的开始 里面有很多的控制的开关 都需要根据自己的需求进行相应的调整 这个工作量是非常的大 并且它还有很多功能开关 它都是中英文混合的 包括很多逻辑性的东西 都是相反的 需要我们自己去进行一步一步的调整 当你刚折腾完以后 你会感觉非常的不错 不同品牌的设备都可以集中的管理 集中的控制 但是最终你还是会发现 还是原厂的APP使用起来最舒服 所以喜欢折腾的朋友可以搞搞 好了 那么这期视频的话就到这里 我们下期视频再见 наконец点就结束了 给我们下期视频 我们下期视频 notice 回拍打 replica 回面 边 有还